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黄马球员加雷斯贝尔 在英超的最后几年 贝尔打出了自己的巅峰 他超强的爆发力 让他在英超所向披靡 但来到西甲之后 贝尔的状态却一直无法持续稳定 他的表现有一阵没一阵 卖他和夸他的声音也是有一阵没一阵 但有意思的是 即便在黄马 贝尔面对英超球队的时候 表现都要远强于面对西甲球队的时候 在刚刚过去不久的欧冠决赛上 贝尔就用两个进球帮助黄马 夺得三年来的第三座欧冠 而他也被评为欧冠决赛的MVP 也许对登贝尔而言 西班牙并不是最适合他发展的地方 尤其是在以慢节奏和传控出了名了巴塞罗那 登贝尔的技术特点 并不那么容易发挥 但即便下赛季依旧发挥不佳 他也并不愁下加 如果能够去到类似英超这样快节奏的联赛 登贝尔的潜能 或许能更大程度地激发出来